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 今天的经文很短 32节到34节 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说 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对吧 所以我针对这个经文 我们做了一个主题 叫什么呢 叫举起和吸引 那么举起是什么意思呢 举起是什么意思呀 我的女儿非常喜欢 我把她举起来的 从小到大就是 到了家就一件事情 要么就爬到你脖子上去 要么就背到你背上去 她希望越高越好是吗 但是今天我说的举起 是很有有一些重要的意义的 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 被举起来 在高处的时候 我们才能怎么样 才能看见是吧 你们在后面这个 唱赞美的时候 在参加教会礼拜的时候 如果这个大屏幕 做得不好的话 你们有时候看不见 为什么呀 有的人挡着你们的这个视线 因为个子不高嘛 是吧 然后这个字都在下面 举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很高嘛 被高举起来 高举起来的话 才会怎么样呢 才会看得见 那么耶稣基督被举起来 具有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进来看一下 第一 耶稣的举起是上帝的计划 你看为什么是上帝的计划呢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好吗 我们看一下经文 我们进来读一下好吗 三十二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三十四节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为什么说 耶稣基督被举起来 是一件神的计划呢 举起代表什么呢 代表把神高举嘛 把耶稣高举嘛 不是的 举起代表着死亡的 刚才说摩西在旷野 怎样举蛇 对吗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耶稣基督出生的年代 是在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出生的呀 我们现在生活在哪一年呢 2014年是吧 那么大概 耶稣基督出生以后 有了公元前公元后 对吗 是吧 根据耶稣基督的生日 确定了公元前公元后 是吧 那么耶稣出生 大概是在两千多年前出生了 而摩西和耶稣的年代 差了多少年呢 差了将近一千五百年左右 一千五百年左右 在摩西的年代有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刚才这个经文里面说了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是吗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就是说呀 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了埃及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奴隶 没有自由 所以他们经常发怨言 向谁发怨言呢 向他们所信的神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耶和华神 那么向神祷告的时候 向神发埋怨的时候 神听到了他们的呼求 派谁去把他们带出来呢 派摩西 所以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有名的一位领袖 摩西在埃及地行了十件神迹 到了最后的时候 法老没有办法了 所以怎么样 允许他们离开什么呢 离开埃及地 十次反悔了十次 就他行一件神迹 法老说好 我放你们走 然后就反悔 说了一次反悔一次 第十次的时候又反悔了 他们已经跑了 跑到旷野里面 要走的时候 这法老后悔了 派什么呢 派这个军兵去追他们 那么摩西行了一件很重要的神迹 什么神迹呢 在红海的前面 就跑到这个红海了 前面是海 跑不了了 摩西用杖击打红海的时候 红海的水被分开了 两边是水 然后是陆地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怎么样 经过这个陆地 到了对岸的时候 这法老的军兵也到了 他们也进来了 也经过这个陆地 有战车 有战马 但是当以色列人都离开这个陆地的时候 这个水怎么样 重新都合上了 追赶他们的军兵都被怎么样 都被淹死了 摩西行了很多神迹 然后到了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没有水喝 摩西怎么样 击打磐石 磐石里面有什么呢 有泉水 我们孟迪姊妹 她的丈夫叫坦伟是吧 那么坦伟他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坦伟就有一个祷告题目 说我们要是有孩子的话 我要给我的孩子起名叫什么呢 叫乙林 对吧 乙林代表什么意思呢 乙林是泉水的意思 什么泉水呢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没有水喝 而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 叫什么呢 叫乙林 那边有泉水 那么那个泉水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乙林 代表什么呢 我们在人生的干渴的这个 这条路道路之上 神是我们的什么呢 是我们的活水 是我们的泉水 所以乙林这个名字呀 很多信主的人都非常喜欢的 特别是女孩子 起的名字很多的 那么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行了很多神迹 这些以色列人天天生活在什么里面呢 生活在神的神迹里面 白天有什么呢 白天有云柱 带领他们往前行走 夜间看不见的时候有什么呢 有火柱 带领他们行走 没有水喝 有泉水 没有吃的 神从天上降下什么呢 马拿 降下灵粮 他们能吃 他们想吃肉的时候 神从天上 一个铺天盖地的 给他们送来什么呀 鞍唇 他们吃鞍唇的肉 吃到什么程度啊 想吐的程度 自己撑的都快死了程度 那么他们生活在什么里面呢 生活在祝福里面 生活在恩典里面 生活在神迹里面 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年代呢 我们生活在恩典的年代 我们生活在祝福的年代 我们比以前旧约年代的 以色列人要幸福度多呀 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相信神很麻烦的呀 他们想赎罪的话 一定要什么呢 通过牲畜的血 羔羊的血 很麻烦的 需要通过律法 我们今天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哑望他 我们就能得救 那个被举起的耶稣 而当时啊 这些以色列人虽然看到了很多神迹和歧视 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不断的做一件事情 稍微有一些不满 马上就埋怨 这里面呢 这个心呢 窄的就 就我女儿经常 就这么大 我女儿经常跟我说 比如说他想求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要吃糖 或者是那个 你陪我玩 你陪我看书 然后他这个讲时间 这么大 这么多时间就行了 那以色列人的心就窄到这么这样的程度 那么在旷野当中 有一次摩西带领他们 要到一个地区 和那个地区的人征战 然后神说 你们要经过什么地区 你们要做什么 以色列人也在神的面前 启示说 我们敢跟他们征战 我们肯定会得胜 但是 这个大话说出来了 在前往 那个地区和那个民族征战的过程当中 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情 对神表达不满 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么辛苦的道路上走呢 很多人都在神面前埋怨 神降下了什么呢 降下了震怒 我们上周讲道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一个什么呀 一位牧师他的讲道是吧 神的震怒是可怕的 神如果发怒的话 什么也拦不住的 降下了什么震怒呢 在以色列人当中有火蛇 从天上降下的火蛇 行走 凡是被咬的人 都死亡了 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开始害怕了 怕到什么程度啊 找神是没用了 找谁啊 找摩西嘛 因为摩西是他们的领袖嘛 来求他 摩西跪在神面前祷告 神说 你做一条火蛇 放在杆子上 举起来 只要 凡是仰望这个杆子上 这个火蛇的人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得救 那摩西打造了一个什么 铜蛇 挂在杆子上举起来 当他举起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 都怎么样 都得救了 那中毒的 或者是正在挣扎的人 都怎么样 得到拯救了 为什么这个事件 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事件呢 神不是让每一件事情 随便出现的 这个世界上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随意出现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觉得每一天 我们很随意 我们会碰到什么人 我们会遇到什么事 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都不是随便出现的 圣经当中说 生也有时 死也有时 日光之下 没有一件事情是新事 所有的事情 都在神的计划和定义当中 神为了救赎人类 通过摩西的铜蛇 预表 将有一个人子要被举起来 就是耶稣基督 用他来救赎我们的罪 所以神的计划 在一千五百年前 通过摩西的铜蛇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只是当时的人不明白 只是当时的人觉得 这不过就是一个事件罢了 因为以色列人向神埋怨 神降下了震怒 然后又祷告神 神医治了我们 但是到了耶稣的年代 耶稣要被定在实际下上之前 人们慢慢怎么样 明白了 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死说的 那个铜蛇呀 那个蛇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耶稣基督 被定在实际下上的事 代表着他的死亡 所以很多人在研究圣经的时候 没有办法不相信圣经的原因就是 圣经的预言一个一个都怎么样 都证实了 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对吗 那么爱因斯坦 牛顿 爱迪生 居里夫人 那么现代的话 就什么林肯 穆迪 很多很多 中国的孙中山 张学良 什么宋庆龄 宋美龄 蒋介石也是嘛 也是基督徒 这么多人相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现在也能看那个资料 康熙 康熙也相信神的 唐朝 唐朝李世民 李世民也相信神的 他也相信耶稣 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 警教的这个什么 叫警教嘛 警教是什么呀 是基督教啊 当时基督教是中国唐朝的国教 他们那个翻译出来的那个圣经啊 就跟佛经是一样的 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汉语嘛 只能翻译成像佛经一样 后来因为武则天 做了皇帝 他迫害什么呢 迫害其他的宗教 把这些这个 基督徒都赶到什么地方 赶到新疆 赶到西部去了 那么这些有名的人 这些科学家都相信神的话 我们今天和他们比起来 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脑袋血成尖 我们钻 我们研究跟神 这个教板 跟他计较 也计较不出来什么道理 神的真理是无限的 神的真理是绝对的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摩西举起舌这件事情 在圣经当中 在教会当中 在神学家当中 叫做什么呀 叫做 举起的启示 就是说 摩西这件事情 是一个启示 是一个预表 预表着 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 实际上这个事情 不单单是在摩西的时代 在什么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呢 在亚当和夏娃 犯罪的时候 就已经预表了 我们如果看过圣经的人 虽然第一次来 也听说过一些圣经的故事 对吧 你们也都知道 叫创世纪 创世纪里面 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叫亚当 和什么呢 夏娃 是吧 他们犯了什么罪呀 神说 你们不要吃 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 圆中所有的果子 一对眼里面 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我派你们管理这个圆子 只是有一件事情 不能做 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能吃 结果这个蛇呀 这个魔鬼 变成了蛇的模样 对这个夏娃说 没事 那个果子吃也没事 吃了也不一定死 神说什么呢 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必定死 然后那个撒旦就把那个 神说的话稍微改了两个字 他说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也不一定死 然后夏娃听了之后 可不是吗 我们是这个圆子的主人呢 我们什么都能吃 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他吃善恶树上果子的原因 我们现在后人来分析 因为他骄傲的 因为他没把神放在眼里 没把神当作是真正的神 他想希望得到神的程度 所以不听神的话 所以吃了善恶树的果子 吃完之后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又对他的丈夫 这个亚当说了 你也吃 所以我们说这个作为妻子 我们的责任有多重大 你不小心说一句话的话 会带来整个的什么呀 整个的变动 我们这个很多教会的基督徒 不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圣经当中说什么呀 丈夫是妻子的头 你们要完全的顺服 丈夫的管理 所以很多这个教会里面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们要这个 听丈夫的管理 实际上圣经的这个 整个的经文 如果我们看的话 马上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虽然 丈夫是妻子的头 后面说的是什么呀 说妻子有责任 去服侍丈夫的原因是什么呢 真正的主人 不是那个丈夫的 真正的主人是谁呀 是妻子啊 为什么呢 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 怎么创造的呀 我这种说法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啊 这是一位师母讲的 他说呀 神创造亚当是用尘土创造的 那么看亚当很孤独 为了让他怎么样 这个能不孤独 让他沉睡了 在亚当的那条骨里面抽出一条肋骨 然后怎么样 创造了一个女人 那个亚当醒了 看到这个女人就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给他起名叫什么呢 叫夏娃 所以有一位师母 就这样分析的 所以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一般正常来说 后出来的 要比先出来的 要怎么样 要更先进 对吧 是吧 对吧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手机 我这个是三G的 但现在是四G的 升级了 对吧 后出来的 比先出来的要怎么样 要更先进 所以上帝创造 亚当是用土造的呀 夏娃是用什么呀 用骨头做的呀 那质量不一样啊 是吧 所以你们男的跟女的 根本就没办法比 你是土 我是骨头啊 是吧 在他比是比是 你也比不过我 他是这么解释的 那我说这个不完全符合圣经 但是他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他是师母吗 他对他的这个丈夫 要有些说法 是吗 然后又说什么呢 你们仔细想想 在家庭里面 真正做主的人是谁呢 是妻子 妻子看起来很软弱 看起来经常唠叨 看起来没有什么权利 但是男的 架不住妻子的什么呀 最后服软的服输的都是谁呀 都是丈夫 那小事丈夫做主 大事实际上是谁呢 是妻子做主 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家庭 是吧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所以妻子的作用 作用到什么程度呢 妻子是辅助丈夫 那个辅助的 那个管家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在中国有领导 有秘书是吧 你们觉得那个领导 是做主的 还是秘书做主呢 秘书做主 真的 不是领导做主 领导什么都不知道有的 秘书 领导我这资料准备好了 你读就行了 我就去读 领导这个什么会议内容 我都整理好了 按照这个去做就行了 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妻子和丈夫分工不同 丈夫有丈夫的特点 妻子有妻子的特点 你们要做好妻子的责任 才可以的 Amen 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呢 你们一句话 可以影响你丈夫的一生的 你的一句话 可能会让你的家庭破裂的 如果你做好你妻子的责任 站在那个位置上 让你的丈夫有一个空间 让他能够永远回到这个空间里面 得到安慰的话 你的家庭就是和睦的 Amen 那么作为妻子 非常重要的 我结婚之前 我们的牧师 在目动的时候 我和我妻子去见她 我牧师就当时我妻子是未婚妻嘛 是吧 还没结婚呢 是吧 他就看着我的妻子就说 他说你看我今天我这个样子怎么样 我这个穿的西服 我的领带 我这个头型 我这个怎么样 然后 很帅啊 然后他说 我现在 就是我牧师 我现在已经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这个 我这上行头啊 我这个形象啊 你觉得 不错是吧 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 是我妻子 不是我 所以我今天这个模样 虽然是上帝把我改变成这个样子 谁起的作用最大呢 妻子 所以你们要知道 家庭里面管家 管家比那个主人还要有权的 是吧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呀 县官不如县管呢 是吧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 有这个中国大使馆 对吗 我刚来韩国的时候 我在汉阳大学学习 那时候我是那个汉阳大学留学生的会长 所以我们去那个大使馆嘛 去大使馆就有一位参赞 叫安参赞 他姓安 我当时找他帮忙 因为当时有一位这个女学生来到韩国 他拿的是这个临时签证 想改成什么呢 学生签证 是允许的 但是需要这个大使馆给他出一个手续 那大使馆安参赞 因为和他是同乡嘛 我们去找他嘛 他想帮助留学生 他就给他写了个条 我们拿这个条就很高兴的 就上那个领事馆去了 到了领事馆就不行了 那个那个坐在前面那个管事那个女的 看完这个条的时候 这没用 这不行 谁先条也不行 我说了算 然后我们就没招了 我们就给安参赞打电话 安参赞又给他打电话 那安参赞跑过来求他 说这个这么近 县官不如县官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呀 妻子的重要性 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们在家庭里面 你们要做好妻子的责任的话 你的家庭是最幸福的 阿们 家庭里面稳定的责任 不在丈夫 在妻子 因为妻子是真正的领导 妻子是真正管理家庭的人 孩子归你管理 丈夫归你管理 家庭所有的琐事都归你管理 是吧 我妻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嘛 南城摩传道 他妻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是吧 南城摩传道家里面几个孩子呀 四个孩子是吧 南城摩传道的妻子说 我们家五个孩子 南城摩传道也是孩子 我家里面 我也听过这样的话 我们家有两孩子是吧 我妻子有时候说 这家里面撒孩子 我也成孩子了 为什么呀 不懂事吗 他觉得 不听话 为什么 很难管教嘛 我们都得服管才行的 在家里面 不是七管言 我们因着爱 我们才什么呀 我们才听你的话 我们因着爱 我们才不和你计较 那个七管言 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很有勇气的人 真的 你们在家里面 能放下自己的面子 放下自己的脾气 自己的主张 能够包容 能够和妻子 有这样美好的和睦的 这个 这种环境的话 这种气氛的话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夫妻之间 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 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和睦 我们有很多棱角 很多我们不喜欢对方的地方 我这辈子我就 我就嫁错人了 我就娶错人了 我怎么和你能走到一起去呢 我下辈子 这有下辈子 我绝对不太找你的 这辈子我算走错了 我们恨的时候恨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我们最后到老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只有那个人才能怎么样 才能包容我的 只有那个人才能理解我的 阿们 我今天因为这个主题 我想这个和三八妇女节 有些联系嘛 是吧 强调一下我们作为 妻子作为丈夫的责任的 我们在信息小组里 发了一个这个经文是吧 真言第三十一篇 第三十章还是三十一篇 我忘了 贤德的妇女 你们有机会多看一下 而我们作为男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当 好好的照顾 那个圣经当中说 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 那个爱是什么意思呢 爱最终的那个 最终极的爱是什么爱呀 耶稣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爱 是什么样的爱呢 舍己的爱 如果你爱你的妻子 能够舍去你自己的话 那个才是神的旨意的 不是说你管理你的妻子 而是什么呀 你要舍去你自己的想法 意志欲望 来什么呢 来爱你的妻子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 摩西举起舌的这件事情 是有预言的 是有预表的 在一千五百年前 摩西举起舌这件事情 代表着 耶稣基督要被定 定在十字架上 是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从创世以先 就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拯救我们 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计划了一个 一个完美的计划 约拿书二章九节说 救恩出于耶和华 如果有机会 你们查一下这个经文 救恩出于耶和华 这句话 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的区别 或计你们了解过 道教佛教 什么其他的宗教 气功啊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和基督教 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基督教的救恩是出自于谁呢 出自于神 而其他宗教的救恩 不是出自于神 而是出自于什么呢 出自于人 那我们看一下佛教 佛教是出自于谁呢 出自于我们自己的修炼 我们四大皆空 我们要什么呀 耳根清静 所以跑到山里面去 我们要修炼 禁止自己的欲望 我们修炼自己 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成佛了 我们就顿悟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们就可以轮回了 轮回的时候 不是变成猪 不是变成狗 而是嫁到什么呀 进入到一个好的家庭里面 这种轮回的一种思想 是谁制造出来 谁整理出来的呢 是人整理出来的 而人想达到神的程度 能达到吗 达不到的 所以世上的宗教 都是自己 自己出来的 道教 道教通过谁呢 老子啊 或者是中国的 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 而形成了一个什么宗教 我们想成为神仙 我们到天上 现在我们有这个科技了 是吧 我们到天上才发现 天上没有神仙 是吧 现在有人说 那有外星人 有没有外星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能不能得救 才重要呢 远之明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了 所以他的朋友说 哎呀 远之明 你这是以前共产党员 你怎么信主了呢 你给我讲讲基督教的事 你给我讲讲那个UFO 那个飞碟 那个外星人 你给我讲讲 那远之明就说了 我用圣经的话 我来回答你 然后他朋友说 什么话 远之明就说了 地上的事 我跟你说 你尚且不懂 何况是天上的事 他朋友说 有很多奥秘 我们不知道 有很多事情 我们想了解 了解不了 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 想达到神的程度 达不到的 所以你对旁边人说 基督教和基督教 和其他宗教的区别 基督教的救恩来自于神 对旁边大致上说好吗 基督教的救恩来自于神 如果将来有人来问你的话 说你是信主的 我是信佛的 我也能得救 你跟他说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的救恩是来自于神 你的救恩是靠你自己 你靠你自己 永远达不到神的程度 为什么 我们制作了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永远成不了人 对吧 我们制作了电脑 我们动一个手指 它才能怎么样 才能工作 我们不动 它永远做不了 因为我们创造了它 那个电脑想变成人 能变得了吗 变不了的 神创造了人 人想达到神的程度 能达到吗 永远也达不到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定律 没有办法改变的 计划论说 从什么呀 从灰尘 从那个微生物 变成鱼 从鱼变成了猴子 从猴子变成了人 可能吗 到现在为止 这仍然是一个什么呢 仍然是一个假设 根本不可能 人类现在研究这个 这个理论 这个假设研究了多少年呢 你把那个猴子的血抽出来 放到你的血里面试一下 你把猴子那个基因 放到你那个基因里面试一下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达尔文临死之前说一句什么话呀 我一生做错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写了这个什么呀 进化论的事情 他最后信主了吗 他说你把我的尸体 埋葬在什么地方啊 埋葬在那个 威斯特米斯特的 那个教堂的那个什么呀 那个坟墓里面 我要求 因为后悔了吗 所以我们人想达到神的程度 根本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救恩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神 我们要自负才行的 我们要有什么呀 有自信 我们要有确据 我们自己不能得救 但是神给我们 扔下了一个什么呀 一个救命的稻草 一个绳子 用他的外力 来抓住我们 我们才能怎么样呢 才能得救 被淹死的人 在淹死之前 你说哎 你等一下啊 我告诉你 你就是那个 洋勇 或者是那个 自由勇 或者是那个挖勇 然后你就深呼吸 然后你就放松 别紧张 然后那人说 你要整死我是吧 你等你说完了 你教我游泳的话 我早死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只要给他 扔一个绳子就行了 是吧 你给他扔个游泳圈 他就可以得救了 或者你跑过去 你把他拉下也可以的 神拯救我们的方法 很简单的 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用他自己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 阿们 所以他被举起的意思 他死亡的事情 是他自己的计划 他的救恩 出自于他自己的 我们才能得救的 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科学 医学 什么宗教 学识 知识 智慧 什么都不能得救的 哲学 哲学能让人得救吗 哲学不能让人得救的 哲学研究到最后 都成疯子了 不是这样吗 那年那个 盛世林弟兄 我们去参加过 远之明牧师的讲道 是吧 袁蓬弟兄也说 是吧 我们都去过 是吧 当时远之明牧师 讲得很逗的是吧 他说哲学家呀 哲学家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人从哪里来的 我们就开始解决 找到答案 找到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来呢 他就找答案 他知道为什么来了 将来要往哪去呀 他就找答案 找来找去 然后远之明牧师 牧师就说了 哲学家呀 一般问到 第七个问题的时候 就找不到答案了 你要到第七个问题 他找到答案 那人就变疯子了 为什么呀 所有的事情 没有真正的答案 最后最后 那个答案 你找不到了 我们人生啊 看起来是什么呀 是没有尽头的 你找不到 真正的答案 那个真正的答案 是神给我们才可以的 人是有限的 所以理睬 理睬成疯子了吗 是吧 理睬说什么 上帝已经死了 他变成疯子了 哲学家呀 苏格拉底呀 什么这些 哲学家都很痛苦的 那些智者 聪明的人 比我们要痛苦得多 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说孔子 对吧 孔子很痛苦的 孔子有三件事 不敢谈的 不敢谈天 不敢谈神 不敢谈鬼 不敢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怎么敢 我不知道的事情 他不敢谈 所以他对那个学生来问他吗 说夫子 老师啊 什么是道 是吧 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吗 招文道 西可思议 你今天早上我知道真理 我今天晚上我死我都愿意 你们谁能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在寻找真理 而我们今天找到了真理 那个被举起的耶稣 被定在实际上的耶稣 他就是道路 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 我们就依靠他实际上的死亡 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 依靠他实际上的死亡 我们将来灵魂的死亡 被什么呢 被解决了 我们人的肉体 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灵魂走向 走向天堂和地狱的这个方式 只要你相信他就可以了 阿们 所以你对旁边大神说什么 你的灵魂要走向天堂 阿们 我们在天堂 我们一定要再见 拉锅上吊 一百年不许忘 是吧 真的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道理越简单 我们越怎么样 越不容易相信 我们知道今天一个重要的真理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 基督教的救恩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神 其他宗教的救恩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修炼 自己的努力 不能够达到神的程度 第二 我们看一下 耶稣的举起是什么呢 是十字架上的死亡 这个是我们的真理 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呢 十字架上的死亡 以前这些使徒啊 门徒啊 跟随过耶稣的人 他们讲的福音都是什么呢 都是十字架上的福音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说 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闻世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说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 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可能的 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说 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 因为神已经计划了 我的死亡的地点 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的死亡是必然的 神的计划 被举起的死亡 也就是实际上的死亡 和正常的死亡 有什么区别呢 普通人死亡会怎么样啊 怎么死啊 躺着死吗 是吧 你能站着死吗 是吧 不太可能是吧 你死了也就躺下了 是吧 除非别人给你吊起来 挂起来 是吧 为什么耶稣基督 要被举起来呢 那个举起来的死亡 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基督被举起来 钉在十字架上死亡 仇恨耶稣的人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高高的举起 竖起来 头上还带了什么呢 荆棘的冠冕 双手和双脚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为什么要被举起来呢 要向世人宣布 耶稣的死亡 是公开性的死亡 耶稣的死亡 是为了我们而死的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死亡 不是羞耻的 而是无罪的死亡 不是躺着死的 而是怎么样 被举起来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所以耶稣的门徒们 传耶稣的福音的时候 都传什么福音呢 十字架上的福音嘛 那个天上来的 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死亡了 他讲的是什么福音呢 死亡的福音 那个死亡之后才有什么呢 才有复活 才有生命 Amen 我们中国也这样说 智之死地 而什么呀 而后生嘛 是吧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嘛 那个道理很简单的 耶稣基督就是 自己牺牲 自己来什么呢 拯救我们 父亲母亲 爱我们 爱到什么程度呢 替我们 担当什么呀 担当责任 和什么呢 惩罚 叫父亲请罪的行事 是吧 自己 替我们担当责任 小孩子做错事情 谁去他 替他去什么呀 承认错误呀 父母吗 我们在小学上学的时候 开家长会的原因是什么呀 老师对我说 把你家长找了 我们就要跑了是吧 回家要挨揍吗 是吧 让家长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负不了责任的 你没有 没有这个权利负责任 没有资格 谁呢 我们的父母 替我们负责任 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 他替我们负什么责任呢 拯救我们罪恶的责任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 阿们 那个电脑坏了 谁修他呀 谁修电脑啊 人修吗 不是 电脑自己能修电脑吗 就算电脑自己能修 也是我们做成了一个程序 出来什么机器手 什么机器自动的 也是人在做嘛 谁创造了人呢 上帝创造了人 人走向面王的时候 谁来拯救我们呢 只有神能够才 才能够拯救我们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 耶稣被举起来 这个公开性的死亡 代表着几个意义 我们看一下 第一 羞耻到什么程度啊 极致的程度 就羞耻至极啊 极致 什么羞耻啊 你不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来到这个世上 你行了很多神迹啊 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 让死人复活 让贪子能够站立起来行走 让那个 医治不了的疾病 让那个瞎子能够看见 让瘸子能够行走 做了很多神迹和启示呢 到了最后被钉在石架上的时候 那些冰钉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你就自己把自己救下来吧 而耶稣基督能不能把自己救下来呢 完全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甘心乐意地承担了那个死亡呢 因为那个羞耻 我们人类的罪恶的羞耻 他替我们担当了 他用他的死亡来覆盖我们的羞耻 你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小秘密啊 如果被别人给这个 知道了 我们会找个地方想钻进去那种感觉的 真的 就是就恨不得 我就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我就消失了 我透明了 你们看不见我了 那个时候那种羞耻的感觉 你们有过吗 我有过的 以前我讲到我也讲过 小时候我在我大一家偷钱嘛 那小时候还没上 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嘛 我大一家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存钱罐 很大的 那个钢棒都扔在里面 每次去我就看那个 就 就 就就就就红眼嘛 就是 然后 有一次就是趁着我大一家就没人嘛 我们在那玩嘛 他们都出去了 就 把他钱就给偷走了 偷走了 就就就就 买了什么 啪戒 买什么糖啊 冰激凌啊 买了好多 那个我想吃的 就是小孩吃的那些东西嘛 当时不懂 小孩那种欲望在里面 我就发现了 说钱没了 我想藏你也藏不住 那当然谁也不傻嘛 算来算去那天就我自己在那嘛 被发现了嘛 调着个啊的皮带都上来了 一对一顿打 全家人面前公开审判的 你也说 是你为什么撒谎 为什么偷钱 呀那时候 那恨不得找个那个 找个缝就 钻进去那种感觉 那个羞耻 而耶稣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是天上地下唯一的君王 创造人类的神 来替我们担当这个羞耻 你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儿女来批斗父母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那时候父母的心里是什么 心里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生养的儿女 站在众人面前 来羞辱我的一种感觉 你们可想象一下 耶稣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 他创造了我们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来羞辱他 我记得有一个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一个人 一个红卫兵 他是红卫兵的这个领袖 他信主了 他去找曾经他批斗过的人 的儿女 他说对不起 我想得到你的饶恕 是我把你的父母批斗死的 那时候我不饶不了你 我不饶恕你 我一辈子我也不饶恕 我恨死你了 你知道那个 批斗死别人的那种痛苦 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懂的 因为被这个愚民政策 这种洗脑的政策 就很偏激的嘛 特别是年轻人 当他后悔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那种羞耻 那么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 虽然我们是不足的 我们是缺乏的 我们有很多 不想让别人知道 那个羞耻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神用他的羞耻 覆盖了我们的羞耻 用他的宝血 来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迁 阿们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对旁边人大声说好嘛 就算你再不足 神也让你完全 不要担心 你所有的罪 神都赦免了 阿们 不要承认 不要这个嘴硬 说我不是罪人 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都是不足的 第二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说什么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解释吧 第一点我们再看一下 读一下经文之后结束吧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或做 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 交付了 是为我们的义 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 他的真理 他为什么死呢 为了我们的过犯 为什么复活呢 为了让我们称义的意思 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耶稣基督爱我们 爱到什么程度啊 你们再恨我 我也爱你们 你们再羞辱我 我也爱你们 所以我们应当学向耶稣 怎么去学向他呀 在生活当中有恨我们的人 在生活当中羞辱我们的人 在生活当中也有我们所恨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去对待他们呢 像耶稣基督一样去对待他们 你恨我 我也爱你 你琢磨 你折磨我 我也爱你 你打我左脸 我把右脸给你 你要我这左手 我把右手也给你 你想要啥吧 反正我是爱你 爱你是没有条件 如果你达到这样 无条件的爱的话 神的那个恩典 那个祝福就会与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看第二点 上帝对待罪恶 审判的什么呢 极致 我们上周讲过了 审判的问题是吧 所以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 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 什么样的爱啊 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 牺牲了生命是吧 神的爱是有两面性的 对信他的人爱是什么呢 得到永远的生命的 对不信他的人爱是什么呢 爱是审判的 审判的结局是什么呢 结局是死亡 走向什么呢 走向地狱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的 我们有机会得到那个 什么爱呢 得到拯救的爱 不要不相信他 不要违背他 不要不顺从他 你要去多了解 多知道 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生命 还有呼吸 趁着耶稣基督 没来审判这个世界 神就先爱了我们 我们有机会 能去了解 能去研究 能去发现 能够找到真理的话 你就相信他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什么呢 不要等待 还有明天呢 还有以后呢 我还有很多机会 等你觉得有机会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今天的事 我们今天应当做好才可以的 千万不要拖延 神的震怒就在我们的什么呢 头上 我们可以看以前神 惩罚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多么的可怕 罗德 亚伯拉罕的侄子 罗德生活的城市 叫什么呢 俄莫拉 叫什么呀 叫索马吗 还叫什么 我想不起来那个城市 神恨他们恨到什么程度啊 你们这些人 男人和男人行淫乱的事 女人和女人行淫乱的事 你们这个城市里面 满了淫乱满了罪 我要降下我的震怒 亚伯拉罕跟神怎么样 跟神计较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杀死他们 他们是可怜的 如果这个城市里面 有五十个亿人 你就不要 不要什么呀 不要杀死他们 不要灭亡 不要毁灭他们 神说五十个亿人也没有 要不然十个亿人也行 有十个亿人 你也不要毁灭这个城市 神说十个也没有 要不然一个一个行不行呢 一个也没有 半个亿人 谁呢 罗德 因为半个亿人 罗德一家人得救了 俄摩拉和那个 想不想 索多玛嘛 是吧 被什么呀 天上降下的火 毁灭了 你们现在去中东地区 去以色列地区的话 有一个地区 那个地区就是 俄摩拉和索多玛的什么 遗址 那个地区都是什么呢 硫磺 那个地区是存在的 历史上是存在的一个地区 而罗德一家人 被天使拯救出来的时候 神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千万不要回头看 一直往前跑 今天神对我们说一句话 你信了我 千万不要回头 你一直跟随我 一直往前走 不要向两边看 是吧 我们看追捕里面 有拉呀拉里面那句 不是有吗 杜秋吗 是吧 那个精神病了 对他说 你一直往前走 不要向两边看 前面是什么呀 实际上是什么呀 那个楼下面就跳下去了 是吧 那句话很有名的 所以在很多相声里面 用了杜秋这句话 那个追捕嘛 你们年轻人可能没看过的 日本的一个电影 那这句话很有名的 一直往前走 不要向两边看 神对罗德一家人说 你们一直往前跑 不要回头看 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还好 他的妻子 回过头 看的时候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岩柱 岩的柱子 那个岩柱 现在还存在呢 你们到以色列地区 可以找到 而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 这个半个一人 这个家庭 又犯了什么罪呢 他们跑到摩亚山上 在沉睡的时候 罗德睡着了 他的两个女儿说 如果我们的父亲死了的话 我们就没有后代了 我们要有后代才行的 做了什么事情呢 和他的父亲 做了什么呢 做了淫乱的事情 所以摩亚人是受咒诅的后代 为什么呢 他们的后代都是 摩亚的两个女儿和 罗德的子女的 父亲和女儿生的孩子 那是义人吗 是罪人 那神的审判是可怕的 那摩摩拉索多玛 挪亚的时代又怎么样呢 挪亚的时代满了罪恶 对吗 神要从天上降下什么呢 震怒 用什么呢 用洪水 所以他对挪亚说 你要造一条船 我要毁灭这个世界 挪亚很傻的嘛 别人觉得 你个傻瓜嘛 起人忧天嘛 天天就在造船呢 别的人看他 肯定就指指点点嘛 挪亚不管 挪亚是一个艺人 挪亚也对别人说 你们要相信我 你们跟我一起造这个船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洪水降下的时候 只有谁得救了呢 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得救了 还有他所带的牲畜 那么这个方舟也是存在的 这个方舟现在在什么地区呢 在土耳其 在一个山上 考古学家去考察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个山 有这个很多山洞嘛 那个山洞用那个碳 去测这个什么物质 原先这个是什么呀 是木头变成的化石 然后按照这个距离 去测算的时候 和当时挪亚方舟的这个长度 是一样的 挪亚方舟的这个宽 长高 是最符合科学 这个什么呀 标准的一个 一种这个船的这个 造船的方式 挪亚有那么聪明吗 那时候有什么造船的这个 什么科学的技术 没有的 神告诉他的 你做多长 多高 多宽的方 这个方舟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祝福的年代 神的震怒还没有降下的 如果神今天来审判的话 你们怎么办呢 我是信了还是不信呢 我是信了还是没信呢 我有没有确据的 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神你的等等 我还没弄明白呢 我还要玩的 我还要去要做的 我还想吃喝玩乐 这个事情我们都没做完呢 我的欲望在你的面前 你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不信你 你我信了你的话 约束太多了 我礼拜天 我得参加礼拜 赚不了钱 不能工作 我相信了你 我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我不能去做淫乱的事 不能去做你不喜欢的事 太麻烦了 我不信你 等我这个这些事 我都做完了 我再来信你的时候 已经 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不感叹了 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谁知道呢 圣经当中说 像贼一样 像那个盗贼 去偷东西的时候 谁知道那个贼 会来偷东西呢 谁也不知道 神什么时候会来呢 谁也不知道 可能今天他都会来 审判这个世界的话 你你面对神的时候 你敢说 我已经得救了吗 你有这样的确据吗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确据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自己应当努力才行 你们在神面前 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才行 我父母经常说过一句话的 你自己脚上磨出来的泡 你自己挑破才行 你要走的路 我们替你们走不了 从小到大 我养育你们 养育你们到二十岁 三十岁 我给你拿上学的钱 我给你 弄这个买房子的钱 我给你拿嫁妆 给你买电视 买电冰箱 买车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老会死 早晚我会离开你的 离开我们的话 我们去依靠谁呢 父母管不了我们一辈子 我们要依靠的是神 我们来到神面前 如果今天没有得救的确据的话 你们都应当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 神啊 我就算是再不足 我像一条虫子一样 这么渺小 我像海边的沙 天生的星星一样 但是我要感谢你的是一件事情 我知道了你的真理 我也听到了你的福音 虽然我还不明白 我还不完全相信你 但求你 让我能够完全相信你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祷告的话 神难道不听吗 不可能的 只是我们自己的心刚硬罢了 像那个法老一样 神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他的恩典 他的神迹 他的祈祀 他的祝福 他的爱给我们的 我们就像那个法老一样 一次又一次的刚硬 一次又一次的反悔 来到神面前 跟神干嘛呢 自己骗自己 自己骗神 装作神看不见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知道 神爱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审判和什么呢 和拯救 希望我们不要站在审判 接受审判 进入地狱的那个方面 我们要回到什么呢 回到拯救的这个行列里面 阿们 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没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什么呢 乃是永生 阿们 第三点 我们看一下 耶稣基督 无罪的什么呢 极致 我们看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五十四节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 耶稣的人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我来讲一下 这个百夫长是什么人 百夫长是什么呢 是把耶稣基督 定在十字架上的什么呢 一个军官 他们把耶稣基督 定在十字架上 羞辱他 然后什么呢 然后就是让他这个痛苦嘛 用很多方式嘛 但是耶稣基督死亡的时候 出现了一件事情 天 地有了什么呢 有大震动 有地震的声音 所以这百夫长和这个 看守耶稣的人都怎么样 看到这个事情以后 说了一句话 说他真是神的儿子了 那个把耶稣基督 定在十字架上 杀害他的人 承认了什么呢 承认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反对他的人 那我们今天是相信他的人 你们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 你们对旁边问一下好吗 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你相信他会拯救你吗 Amen Amen 反对他的人 杀害的人都相信了我们 还做什么事情呢 反对他的人是谁呀 杀害他的人是罗马 罗马的军兵啊 对吧 罗马的军兵杀死了耶稣 最后罗马 整个这个罗马成了什么呢 成了基督教的国家不是吗 罗马的国家是什么呢 基督教嘛 现在罗马已经消失了 是吧 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了 他是留下了一个小地方 是吧 在意大利面有个国家叫什么呀 凡蒂冈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还是没去过是吧 没去过意大利是吧 凡蒂冈啊 很小的一个小地方 天主教的那个教皇生活的地方 反对耶稣的这个整个的国家都被怎么样 都被颠覆了 为什么呀 那个百夫长他说的这句话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我们那些杀害耶稣的人也承认他是无罪的 何况是我们呢 那希望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承认 神是完全没有罪的 因着他是无罪的 他才能拯救我们的 如果他有罪的话 他拯救不了我们的 第四点 我们看一下上帝对罪人爱的极致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极致到什么程度呢 两种方式 拯救和什么呢 和审判 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 唯有在基督还在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机会 还有得救的机会 如果今天是来审判的话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爱我们的这个 爱到什么程度呢 他在等待我们 等待我们什么呢 等待我们得救 相信他 那么第五 完全代赎的极致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架 所以他代替我们罪的代价 用什么方式呢 用他的死亡 用被举起来的十字架 来代替我们的 那么第六 救恩完全成就的极致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说 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被钉在十架上的时候 说了七句话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成了 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呢 救恩已经完成了 什么救恩完成了呢 我们得救的这个方式 已经有了 他没有死亡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得救的 他死了 我们才能完全得救 这是神的计划 成了是什么呢 我们得救的那个方式 那个方法 那个恩典已经结束了 已经完全成就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说 就像说我们买不到后悔药 是吧 这个世界上 后悔了就没办法了 做过的事就怎么样 你遗憾 只是留下遗憾 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后悔药 你只要悔改 你吃了他这个救恩的后悔药 就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这些走向死亡的人 会回到什么呢 回到天堂 得到永远的生命 阿们 所以你对旁边说 你得到那个后悔药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得到还是没得到 我是得到了 阿们 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耶稣的救恩 你悔改 就能得到什么呢 永远的拯救 阿们 我们刚才孟迪子妹不可以再说了吗 悔改的事情是吗 第七 举起是什么呢 是荣耀的极致 那个荣耀的顶点 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达到了顶点 天上地下 所有的属灵的 整个宇宙 都在为了耶稣这个死亡 这个最终这个荣耀的事情 在做着什么事情呢 都在工作 天君天使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 这个 这一刻 耶稣基督死亡的那一刻 在做准备 我们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得救的 我们 这个恩典是 什么恩典呢 耶稣用他的荣耀来拯救我们 用他死亡的荣耀来拯救我们 所以圣经当中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了 耶稣基督死亡 才会让我们怎么样 得到新的生命 约翰福音12章28节说 父王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神的荣耀 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荣耀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为了谁呢 不是为了他自己 是为了我们得救而死亡的 对我们来说难道不荣耀吗 荣耀是什么意思呀 最喜乐 最快乐 最神圣的时刻嘛 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 耶稣基督死亡了 我们的荣光就出现了 什么荣光呢 得救的荣光 我们的灵魂就不至于死亡了 我们的灵魂就有去向了 难道我们不喜乐吗 阿们 所以上帝的救赎史 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中心 是历史的荣耀 人类历史当中最辉煌的荣耀 是什么时候呢 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死亡的那一刻 历史开始改变了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改变了历史对吗 耶稣是历史的分水岭 耶稣出生以前是公元前 耶稣出生以后是公元后 没有一个人 不能否认 没有办法否认 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是2014年 为什么是2014年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出生 2014年了 神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历史也在证明 因为时间有限 我看一下第三点 耶稣被举起 结果是吸引所有的人 说到吸引 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单词 叫魅力 对吧 你们看一看旁边的人好吗 仔细地看着旁边的人 然后你问他 你觉得我有魅力吗 你觉得我吸引你吗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来参加礼拜 因为什么呀 因为神在吸引我们 神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 像那个吸铁石一样 像那个磁铁一样 那个爱 我们没有办法什么呀 抗拒的 那个爱是什么爱呢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 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 是有什么呢 有磁性的 我们喜欢和什么人在一起呀 我们喜欢 有知识的人 有修养的人 幽默的人 或者是 怎么说呢 有魅力的人 对吧 有魅力的人 或者是什么歌星 影星 明星 明人 为什么愿意和他在一起呢 因为他有魅力 耶稣基督的魅力 你们要找一下的 他的魅力 他的魅力有多大呢 他不过是在世上生活了33年 工作了三年 三年的工作吸引了多少人呢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相信的 多少个国家 多少个教会 没有办法数得清的 韩国就是 有多少个教会呢 有6500多个教会 6500多个教会 我们那个天津的一位弟兄嘛 梁宇生弟兄 我们洪大纯知道的 梁宇生弟兄 以前新疆教会 很早以前的一位弟兄 很好的一位大哥 他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我来韩国的时候 我是晚上来的 我坐着飞机 我看韩国 我就觉得 哎呦 韩国怎么这么多医院 到处都是医院 为什么 都是红色的十字架嘛 韩国怎么这么多医院 看来这个韩国 得病的人比较多 到了韩国之后 才发现不是医院 红色十字架是教会的 因为中国红十字是教会嘛 韩国是绿十字嘛 是吧 你们去医院 那上面是十字 十字是绿色的 韩国也有红十字 很少的 有红十字协会 就说哎呀 韩国教会这么多 那耶稣基督的魅力 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不相信他呀 为什么这么多人 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是什么宗教啊 基督教对吗 相信基督 耶稣的人有多少啊 有名人 有罪人 有普通人 有老师 有学生 有年轻人 有小孩子 有老年人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 什么奥巴马 林肯的 什么克林顿的 没有个人不敢不承认他的 是吧 美国总统这个 做总统之前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啊 我圣经放在这 我宣誓 我跟上帝宣誓 我要为 什么美利坚和中国 做什么做什么 韩国的这个国歌 你们唱过吗 我唱过的 不是我唱 是被逼 被逼着唱 参加我儿子这个 幼儿园这个 毕业室的时候 国歌都在唱国歌吗 那国歌里面 上帝爱这个国家的单词 在里面的 韩国的第一届总统 是基督徒吗 是吗 他是一个基督徒啊 给他宣教的 给他传到那个宣教室 他的尸体现在在哪呢 就在韩国呀 他已经死亡了 他的尸体就在 你们如果去这个 做六号线 有一站叫河井站 河井站有个地方叫杨花井 杨花井是什么 外国宣教室的墓地 你们到那个墓地 你看每一个墓碑的时候 有一个墓碑里面就是什么 这个宣教室 给韩国的第一代总统 李承万 传了福音 那个年轻人 通过这个宣教室信了主 他后来是韩国的第一个总统 所以韩国建立国家的时候 国会里面 第一次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有什么呢 就有什么呢 礼拜呢 国会礼拜 现在韩国的总统是谁呀 朴槿惠是吧 那个最好是念经 他也必须参加什么呢 国会的礼拜才可以的 前两天我还听了他在国会礼拜上 他的发言嘛 他对基督教的看法 他就认为基督教给韩国带来的 都是积极的 有帮助的 当然中国现在是一个政治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 通过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来管理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 但是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呢 不是信仰 不过是一个宗旨罢了 不过是一个管理国家的方式罢了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明白的 我们现在再也不把那个共产党当作一个信仰去信了 再也不把那个毛主席 那个那个象征挂在我这个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呀 这个凶贤 天天我拿这个毛主席一路 什么这个不背的话 我们就背去批斗啊 你知道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前 那个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什么呀 历史文物啊 什么呀 红色的 我们这个孟迪的母亲和父亲可能会知道的 我不太清楚啊 毛主席一路啊 我爸我妈都能背下来的 然后他我父母说你知道吗 那时候你妈看着我呀 不背的话就要要要去告我的 我们俩的心恨复复才看着我的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 现在我明白了 现在很多人入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了在政治上有一个什么呀 升官发财比较容易一些嘛 是吧 所以做党员的原因是什么呀 想在仕途上有些发展的人 有些电影明星也入党了嘛 入党是因为什么呀 在政治方面先有一些作为 但是他不是一个信仰 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已经明白了 所以现在中国到了什么时期呀 到了像涅尔写的那个 义勇金剧情曲说的一样 到了水深火热的时候 中国人的信仰已经怎么样 已经怎么样 已经完全轻浮了 很多人已经失去信仰了 不知道该信什么了 信这个共产党 我也不相信的 这腐败现在不是打这个大老虎吗 是吧 已经打到这个 有这个讲到让中国听到了 非得这个来找不可 说是打到了某个这个 某位夫人那去了 是吧 我看那个新闻里面是那么写的 越来越越高啊 那个防 这个腐败的这个是 但是我感谢这个 这个什么呀 这个习近平主席 确实是在这方面 为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的 他敢做这个事情 他是做出了朱仲基 没做出来的事情 朱仲基总理想做 做不了的事情 为什么呀 反对他的人太多了 朱仲基当时做总理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看那话 差点没哭了 如果你们学过历史的话 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 叫商鞅变法 不让你们了解还是不了解 商鞅变法 他说我就是做那个商鞅的人 就那个意思就是 我把我的生命 已经都陷出去了 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 肯定会出现什么问题 还好他保护自己 保护的挺好的 为什么 别人不让他做 当时他确实是 很想在中国 把这个腐败的事情解决 解决不了 为什么 越弄越往上嘛 越弄越往上嘛 国家那几个人 都在那是吧 都跟他们有关系的 你敢弄吗 弄的话 全家人都会怎么样 所以习近平现在 他敢做这个事情 我们感谢神 为什么 神爱中国嘛 神希望中国能够什么呀 成为一个干净的中国 成为一个洁净的中国 成为一个清洁的中国 阿们 我们应当为了我们的国家 献上什么呢 献上祝福的祷告 献上我们应有的力量去 让我们的国家怎么样 更繁荣 更强盛才可以的 我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 有热情的年轻人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让每个人都能够牺牲一点 自己的利益 让所有的人都更加幸福嘛 难道不是这样吗 耶稣基督牺牲自己 是什么原因呢 用他牺牲的爱来什么呢 来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 你们要牺牲自己才可以的 那希望我们为我们的国家 献上一个祝福的祷告 阿们 实际上要讲的还很多 但是时间有限嘛 感谢神的是 今天我们有美好的赞美 美好的特颂 美好的舞蹈 为我们这么多 爱教会的我们这些妈妈 这个姊妹 希望我们的教会更加复兴 更加团结 更加彼此相爱 成为一个爱的集体 阿们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恩典 举起 代表着什么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 被钉在石架上 让向圣人宣布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亡了 你们只要仰望 这个耶稣基督 像摩西那个年代 仰望同时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呢 得到永远的救赎 那个为我们 被钉在石架上的耶稣 他吸引我们 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得救 不是你自己可以得救的 而是他怎么样 他抓着你的手 带领我们 走向那条永恒的道路 阿们